我們現在來到了大總站的北口出口 前面這一棟飯店OMO5 就是今天晚上要住的飯店 它也是新野集團的其中一個飯店 前面這邊就是它的入口 進了電梯要搭到四樓 這邊做的好有特色 這邊是休息的地方 可以硬碗了 如果有一些需要的東西 這邊付200塊自行取用 八樓到了 我們的房間是804 這裡準備看一下OMO5 然後先脫鞋 它這邊有設置要脫鞋的位置 然後右邊有洗手台 那我們這次訂的是三人房 下面有一張床 然後看一下上面 上面有兩張床 今天晚上兒子跟老公就睡覺了 入口的右手邊就有洗澡的位置 居然還有浴缸 然後在浴室旁邊就是馬桶了 他們一般會把馬桶跟浴室分開放 那這邊是放毛巾的地方 現在做一下實際尺寸的量測 這一塊空地呢 可以把兩個大行李攤開來 然後這樓梯下面有一些空間 如果還有買一些東西 或者小行李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所以在空間的利用上 算還蠻極盡其用的 那高度這個高度的部分 第一個床這邊的高度呢 應該差不多是160公分 所以稍微低一個頭就可以進去了 只不過樓上房間的高度就比較低了 那他給的備品大概就是只有毛巾 衣架吹風機 其他牙刷牙膏的部分就是 在電梯入口那邊要自己付200單 然後自行取用 不過他還是有附上洗澡的 基本的這些沐浴乳吸靶精 那你有看到這個 有一塊蓮子是可以區隔房間 跟入口的 上到二樓這邊有個出風口 冷氣出風口 這樣可以避免二樓會太熱 那二樓的高度應該 高度我在想應該是只有一米二左右 這裡是四樓 房間如果沒有的備品呢 就是從這邊取用 然後 頭兩百塊 那進來的時候呢 可以先在這邊休息 那洗衣機是在五樓 五樓也有自動販賣機 還賣面膜呢 喔 有兩台可以洗 然後另外烘是另外的 是 有 我可以選擇 我們想要來 兩桃